今天上午,温州市欧海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 带领30名学生到成品绿苍多肉学院 亲身接触和学习多肉植物 体验多肉植物的美丽和趣味 1.你知道什么是多肉植物吗? 它们是一类能够储存水分的植物 有着各种奇形怪状,色彩缤纷的叶子和花朵 它们不仅能够适应干旱和贫瘠的环境 还能够净化空气,降低压力,提高幸福感 成品绿苍多肉学院就是一个专门教授多肉植物养护方式和分享多肉生活的机构 拥有专业的多肉老师和丰富的多肉品种 该机构定期举办各种多肉活动 如多肉盆栽制作,多肉花艺设计,多肉摄影展示等 吸引了很多多肉爱好者的参与 2.在本次研学活动中 学生们首先参观了成品绿苍多肉学院的展示区 欣赏了各种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多肉植物 了解了他们的名称和特点 有些学生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说要把这些美丽的植物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然后,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自己动手制作了一盆个性化的多肉盆栽 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盆栖、土壤、石头和多肉植物 进行了创意搭配和布置 每个学生都展现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制作出了独一无二的作品 最后,学生们将自己的作品拍照上传到成品绿苍多肉学院的网络频道 与其他多肉爱好者分享交流 三,学生们表示 这次研学活动让他们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 也培养了动手能力 他们说多肉植物不仅美观 还有很多好处 比如进化空气 降低压力 提高幸福感等 他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多肉植物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精彩 温州市欧海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人表示 这次研学活动是为了响应国家提倡的素质教育理念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他说 通过走进成品绿苍多肉学院 让学生们亲身体验到了多肉植物的魅力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奥妙和生命的力量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激发学生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